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她的四肢和身体被皮带紧紧绑住,一动都不能动 她努力回忆昏迷之前发生的一切 越想越感觉脊背发凉,感觉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如此恐怖又如此不真实 门外衣衫,西苏,一个窈窕的倩影偏然出现在眼前 刘飞已经穿上那套法衣袍,目光空洞且冰冷 她从拉杆箱里拿出一副乳胶手套,熟练的一只只套上 丁谦说 这里根本就不是于明的藏身之处是吗 是你把我故意狂来的 是 刘飞回答简单 看似于平常没有什么不同,但隐隐透着杀技 你要杀我 刘飞没有回答 只顾着从金属箱里挑选刀具 最后她选了一把大号手术刀 走到丁谦面前,那双清理绝素的眼眸冷冰冰地在丁谦身上扫过 似乎在打量解剖台上的一具尸体 丁谦谦 丁谦问 为什么 柳飞反问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温馨 是我表姐 丁谦心头一领 瞬间明白了很多事情 难怪她有时候感觉柳飞在某些角度看上去有几分酷似温馨 居然是表姐妹 这个世界还真是小啊 丁谦索性挑破了窗户纸 直接了当地问 你怀疑是我杀了你表姐 所以你想替她报仇 不错 刘飞的目光陡然锐利 手里手术刀泛着寒芒 丁谦不顾一切的冷笑 我还以为你比别人都聪明呢 没想到也如此天真幼稚 她是我未婚妻 你给我一个杀她的理由 人心叵测 不在于什么理由 而在于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的意思是 你看出我是一个杀人犯了 真是可笑 刘飞没说什么 从衣兜里掏出手机 调出一段视频录像 举到丁谦眼前给她看 画面中出现的是房间客厅 忽然从画面外面传来房门响 一个男人的背影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画面里 这时候卧室门打开了 一个女人探出头 看见来人惊讶地问 你怎么来了 这个女人正是温馨 看到这里 丁谦已然脸色大变 再也看不下去了 画面中的男人正是他自己 之后发生的事情 他闭上眼睛都能清晰地回忆起来 他跟温馨发生了激烈争吵 失控之下 双手掐住了温馨的脖子 对于外界来说 四年前在金沙宾馆317号房间里 发生的碎尸案 一直都是一个谜团 丁谦是第一个发现温馨遇害的人 同时也是嫌疑人 警方经过一番调查之后 因为证据不足 把他释放了 至于那天下午 在317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除了丁谦之外 无人知晓 直到几个月前 一个叫成飞的男人 突然告诉丁谦 他手里掌握着一段重要视频 这段视频 就是四年前 在兰京金沙会馆317房间里拍的 当时温馨刚刚采访完 难打碎尸案的知情人成飞 采访之后忘了关DV 随手放在客厅里 阴差阳错之下 拍下了之后发生的事情 经过一番交易 成飞答应把DV交给丁谦 而丁谦亲自去他家拿的 现在这台DV就秘密保存在丁谦家里 可是丁谦怎么也想不到 柳飞手里竟然也有一份 一模一样的视频 他吃惊地问柳飞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与你一样 你也去过成飞家 柳飞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黑弥萨给你发的那封邮件 我也看过 我还知道 你特意跑到法医室 从成飞尸体上 偷拿走了他家的钥匙 丁谦已经说不出话了 我配一把成飞的钥匙 先你不赶到他家 找到温馨的DV 刚把那段视频 转送到笔记本上 你就赶过来了 你按照邮件里说的 直奔厨房去找DV 我正好从卧室里出来 躲在卫生间的浴帘后面 你在橱柜里没有发现DV 后来找到卧室 在床上看见DV 我就趁那个时候 离开了成飞家 丁谦此刻是恍然大悟啊 当我发现DV改变了位置 外门又莫名其妙被打开了 确实起了疑心 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是你 现在知道也不晚 刘飞轻抚着风里寒冷的导人 视频只录到你掐死温馨为止 我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还有肢解他 如果是为了弃尸 你为什么之后改变逐一报警了 如果是出于别的原因 你的手段就更不可饶恕 我给你两条路走 第一条路 把你杀人动机和杀人信切全部说出来 我会用手机录下来 交给杜志勋 第二条路 如果你死扛到底 或是觉得费事 那就由我亲自动手 我可以切断你的喉管 或者颈动脉 第一种死亡时间长 第二种比较血腥 由你自己任选起义 丁钱静静地望着柳飞 从他的眼中看到的 只有仇恨与杀意 如同两个未曾谋面的敌人 除了你死我活 彼此之间 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情感 丁钱动了动猴杰 欲言又止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刘飞拿着手机 等待着录丁钱的口空 丁钱不说话 他就安静地等 丁钱比他想象中沉稳得多 只是在刚苏醒的时候 有个短暂的惊慌 之后就完全镇定下来 用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 安静地望着刘飞 似乎被绑在椅子上 随时可能丧命的人 并不是他一样 刘飞说 我知道你擅长催眠 我也知道 顺势催眠是怎么一回事 我早有地方 却你还是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没那么多耐心 我没有想过催眠你 丁钱说 我只是在想 想什么 如果我说 我没有杀温馨 你会相信吗 刘飞冷笑 你说呢 丁钱叹口气说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会被温馨的地位拍下来 你当年在接受警方审问时 故意隐瞒这个事实 如果不是被地位拍下来 你恐怕要永远隐瞒下去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这句话用在你身上 恰如其分 坦白吧 把你交给警察 毕竟由我来处置你 是更好的选择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 你就没注意到 这个DV视频 有问题吗 那天温馨 本来是专门去采访黑弥萨 我想应该是 他用DV拍完 采访视频之后忘了关 随手放在客厅沙发上 阴差阳错 拍下我进门之后发生的事情 但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 黑弥萨拿到DV时 DV电量依旧充足 储存空间也未满 那为什么 只是拍到了 我把温馨掐死 却没有拍到之后 我分尸碎尸的场面呢 你不觉得奇怪吗 柳飞 凝视钉前良久 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么冷酷的一个人 实情败露 我在你脸上 看不到一丁点悔恨之意 你竟然还在 想方设法为自己辩解 我很替温馨感到悲哀 怎么会看上了你这种男人 对你来说 死刑都是最轻的刑罚 寒光一闪 刘飞的手术刀 已经抵在丁前搏梗上 被刀锋压迫的动脉 突然膨胀起背 鲜血似乎随时都可能迸断朋友 等等 丁前忙喊 柳飞比仪的手 原来你也怕死 我不想死得稀里糊涂的 我刚才提到的问题 你有没有好好思考 这里面有很大的疑点 对我来说 考虑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要知道 温馨是被你杀死了就够了 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让凶手逍遥法外 我知道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温馨 他只是你的表姐 你为他犯险 值得把自己的人生都堵上门 柳飞沉默了一下 丁前的话 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 为了许久 他才说 我是一个公儿 在我最无银无靠的时候 是温馨一家收留了我 是温馨的关爱 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说 如果没有他这个姐姐 就没有今天的我 就算我能活下来 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 我不能不为他做点什么 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在所不惜 柳飞即便是真情流露 冰冷的脸颊上 也没有过多的表情 只是眉头出现了一些褶皱 丁前说 我明白了 你还想问什么 没有了 没有其他要说的吗 没有了 那好 我要动手了 从你颈动脉放血 有点血腥 但痛苦时间不长 之后为了毁尸灭迹 我要把你的尸体肢解了 用我配置的强酸 把你的尸骨溶解到 剩下残渣用水泥浇注 沉到附近工厂的排屋盒里 这些 用不着当着我的面说了 丁前急忙打断 人都死了 就是到时候你把我炖汤吃了 我也不能有什么意见 闭上眼睛吧 刘飞不想再跟他废话 血喷出来之后 你有短暂的几秒钟 头脑还是清醒的 不想把自己吓到的话 就照我说的做 会让你走得轻松一点 丁前惨然一笑 耳睁着眼睛吧 能和这么漂亮的女人死去 不是哪个男人 都有这个机会的 刘飞眼眸中闪过一丝复杂 咬咬牙就说 闭嘴 手术刀用力 且进伯克 鲜血有出 丁前初期的平静 平静地望着柳飞精致的脸庞 恍惚中 又像是看到了温馨 就在这样一个宁静的下午 生命戛然而止 犹如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 突然 宁静被打破了 马达的轰鸣声 由远至今 飞驰而来 柳飞脸色未变 这附近根本就没有什么住户 什么人会开车经过呢 他起身来到窗前 正想看到一辆警车 带着刺耳的刹车声 停在楼下 车门打开 郭荣荣从车里窜出 抬头打量一眼 眼前这座破旧的小楼 二话不说 跑进了楼道里 他一边看着手机的定位仪 一边上楼 眼看着屏幕上 钉前手机的位置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也越发紧张 心头升起了强烈的不安 他从腰间拔出手枪 小心翼翼地走到楼顶 左右两户住户 他先进左边那家 里面空屋一座 根本没有人 他又返回右边那家 当他走到卧室 一眼看到房间里面的情景 脑袋顿时嗡的一声 丁前一动不动 靠在躺椅上 手脚都被皮带绑着 脖子上流着血 郭荣荣不顾一切地 冲到丁前身边 用力摇望他 带着哭腔的喊道 大叔 你不要吓我呀 你醒醒 你快醒醒 你死了 我可怎么办呢 丁前发出声音 我死了 你好好活着呗 难道还要给我寻葬啊 郭荣妈压一声 一屁股坐在地上 见鬼似的看着丁前 你怎么又活了 丁前看他小脸 哭得梨花带雨的 叹口气说 你是盼着我死啊 还是盼着我活啊 快给我解开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郭荣荣先给丁前 一个大大的拥抱 把眼泪蹭她一肩膀 麻烈地给她松开了手脚 问丁前伤势怎么样 掏出手机 要打电话叫救护车 丁前帮她 摸了摸脖子上伤口 只受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还不算深 没有伤到颈动脉 她说 不用叫救护车了 我没事 郭荣荣这才放下心来 拿着手枪屋里屋外 搜索了一圈 没有发现 一犯的影子 回来问丁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把你绑架了 她瞪着那双大眼睛迫不及待地看着丁前 丁前想了想就说 是有人绑架了我 谁绑架你的 几个人呢 一个人 丁前顿了顿 不过 我不认识她 那她长什么样子呀 是男是女啊 她蒙着脸 我看不清她长什么样子 听声音 像是个男的 多大年轻啊 三十多岁吧 也许四十了 胖瘦 多高啊 我一胖 大概一米七五左右 郭荣荣想了半天 最近我们接手的案子 好像也没有这么一号嫌疑人啊 你最近得罪过什么人吗 这我可想不起来啊 应该是没有 我一个当心理医生的 向来没有医患矛盾这一说 那她总不可能无缘无故 把你绑架到这儿吧 绑匪说过为什么要帮你吗 没有 什么都没说 郭荣荣有点怀疑 在看着丁浅 丁浅打岔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通过手机呗 我下载了GPS定位系统 把你的手机绑定了 京度十米 你去哪儿 我都能找到你 除非是老鼠 你这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 丁浅叫起来 你知道水门事件和棱井门吗 身为最优秀的天朝警察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 这也没什么呀 郭荣荣挠着下巴 你去哪儿是你的自由 我又不干涉 关键时刻还能救你一命 要不是我定位你手机 这次还找不到你呢 那你怎么会想到敢来救我呀 这事说起来有些奇怪呢 我听说你这两天 跟蒋雨昕出去旅游 出于警察的本能 我怕你万一老单 他做出什么杀害你的事情 就打他手机问问你情况 让他心里有个忌惮 没想到他跟我说 你接到特案组柳飞的电话 说嫌疑人渝鸣已经抓到了 催你过去 之后你就走了 我当时就感觉很蹊跷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并没有抓到嫌疑人渝鸣啊 柳飞怎么可能跟你打电话 让你去呢 这还不蹊跷啊 我虽然不太喜欢蒋雨昕 但我知道他做人还算厚道 不可能骗我 所以我琢磨那通电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给柳飞打电话 核实了一下 可是他的电话 怎么打都打不通 我越想越觉得 这个事有问题 怕你出什么意外 就找过来了 丁潜心想 这次还多亏了 郭荣荣这种胡想乱猜 不撞南墙 不回头的精神 才救了自己一命 郭荣荣问丁潜说 不过话说回来 真是柳飞给你打了电话吗 丁潜故作思考 其实啊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声音也不太像柳飞 当时电话有杂音 我就听一个自称是柳飞的女人 说抓到渔民了 让我赶紧去找 她跟我约好了见面地点 就开车在半路上等我 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只想着早点见到罪犯 你见到柳飞了 没有 我一上车就被弄晕了 根本什么都没看到 醒过来就在这里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大叔啊 你这么精明的人 居然也当了一回 范儿青年啊 心里糊涂的 差点连命都给混丢了 人有失手 马有漏蹄 聪明过劲了 难免犯蠢 丁前敷衍郭荣荣两句 捂着脖子说 还快点 带我到医院去包扎一下吧 是非之地不可就料 我们再明对方再安 万一那家伙杀个回马枪呢 郭荣荣想想也是 就同意了 正要走 目光随便在屋里扫了一眼 忽然说 等一下 怎么了 郭荣荣一眼看见 放在墙边的那个金属箱 不禁说 这个箱子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好像法医用的那种工具箱呢 说着他走过去 把金属箱打开 里面大大小小的手术刀 钢锯和镊子 煞事映入眼帘 把他惊得目瞪口呆 他回头看了丁前一眼 这不是什么单纯的绑架了 对方这是冲着杀你来的呀 丁前言不由心地说 有这么严重吗 他心知肚明 那是刘飞的工具箱 郭荣荣的意外出现 阻止了他的心胸 他从梦离开时 把法医工具箱 落在了现场 不过幸亏 他没把手机拉下 丁前心里不禁自问 我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呀 包庇柳飞吗 包庇一个要把自己 碎尸灭继的女人 他不认为自己跟柳飞 有这么深厚的交情 值得自己这么做 他已经犯过一回蠢 没必要再犯第二回 可是话到嘴边 面对郭荣荣的一个个提问 他一个回答错 各个回答错 不知不觉 就被逼到了死胡同里 把自己弄成了嫌疑犯一样 刑事调查局特案组 距离丁前遭人绑架 被解救出来 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丁前现在安全地 坐在杜志勋对面 脖子的伤经过简单处理 缠了几圈纱布 搞得转头都很困难 杜志勋一言不发地望着他 那个差点用来给丁前分饰的金属工具箱 就放在他的旁边 丁前问 你在看我脖子 故意扭了扭 我没你那么无聊 杜志勋向来对丁前的冷幽默不感冒啊 我只是觉得你看着有点不对劲 我就感觉我的脖子不太对劲 一个劫后余生差点被碎尸的人 怎么会如此平静 你虽说是心理医生擅长控制情绪 可是你这情绪控制的也太好了吧 好像有点像是可疑的 那你觉得我怎么做才算正常啊 痛哭流涕 瑟瑟发抖 等着你们来安慰我们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杜志勋摇了摇头 不对 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 我能瞒你什么 你这个大侦探 是不是办案太多 看什么怀疑什么 你该不会觉得我像嫌疑犯吧 难不成是我自鞭自捣了一处绑架 我指的不是那方面 我并不怀疑确实有人把你绑架了 但我不解的是 绑架你的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绑架你 看样子他甚至还想杀你 杜志勋拍了拍桌子上 那个金属工具箱 丁钱松松钱说 我也想弄清楚 这是法医工具箱 拿开箱子看过 里面放着好几把手术刀 还有锯子 这是绑架你的那个蒙面人的 丁钱点下头 你觉得那个蒙面人 你认识吗 我不知道 没想过这个问题 杜志勋看着金属箱 若有所思 巧合的是 但是我们的法医柳飞 现在失踪了 失踪了 今天他就没来上班 只是一早临时用手机告诉助手李达 他家里有事请几天假 这种事也算正常 本来谁都没有当真的 但是郭蓉蓉跟我说 你今天本来是跟歌星蒋雨昕交友去了 半路上接到柳飞一个电话 说抓住逃犯渔民让你过去 于是你就离开了 再之后你就被绑架了 我不知道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在我们联系不上柳飞 没法与他核实真相 唯一了解真相的人只有你 真相我都已经说了呀 你说绑架你的人是男性 那为什么打电话约你出来的人是柳飞呢 为什么在案发现场发现了柳飞的工具箱呢 丁钱向前微探着身子 你确定这是柳飞的法医工具箱 我问过李达 他并不确定 法医的工具箱大同小异 没有那么大区别 我让无证客的人检查过工具箱里面的刀具 没有发现指纹 绑架你的案发现场 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应该说罪犯头脑冷静 行事谨慎 而且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 我不能说这个人就是柳飞 但客观来说 柳飞确实具备这个能力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他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引你出来 看起来我的证词无比重要啊 丁钱露出狡黠的笑容 柳飞去了哪里 我可不知道 不过杜组长 你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 难道我的口供就一定那么可信吗 你什么意思 是我告诉蒋雨昕 柳飞给我打了电话 难道就不能是我故意骗他的吗 你就这么相信我说的 肚子熏微微一正 眼神中露出肺解 我可以查查电信局 他给你打没打过电话 很容易确认 放心吧 保证你查不到 因为那通电话是公共电话 你的意思是 你在诬陷柳飞 我可没这么说 何况就算是我骗了蒋雨昕 我又不知道郭荣仲之后 会给他打电话 我这都是撒了一个谎 撒谎不犯罪吧 杜组认深深地凝视丁钱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呀 我只提个醒 你不是一直都怀疑我吗 怎么现在开始相信我了 其实啊 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往往得出的推断也不一样 杜组认沉默了片刻 弥缝起双眼 你还真有意思 做嫌疑犯的时候 喜欢隐瞒事实 做被害人的时候 还喜欢隐瞒事实 只见你是为了脱罪 我可以理解 这一次呢 难道你就不怕 罪犯再找你 下一次 你可就未必 有今天这么幸运了 让你说的 我还真有点害怕呢 丁钱脸上带着笑意 可是眼睛深处 却带着几分忧虑 十年前 一个普通的夜晚 大雨倾盆 倾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一辆白色120急救车 拉着警笛 在布满积水的街道上飞驰 车里坐了三个人 男司机 男医生 和女护士 急救车开到一家宾馆门前停下 司机留在车里 医生和护士 带着药箱 跑进宾馆大堂 男医生 对前台小姐说 我们是急救中心的 刚才接到急救报警电话 说你们这儿 1304房间的客人 突发疾病 你马上带我们过去 前台小姐不敢怠慢 急忙带着男医生 和护士乘坐电梯 来到楼上 在1304客房门口 正焦急等待一个年轻男子 看到医生感到 忙说道 我就是打120电话的人 我女朋友在房间里昏过去了 不知道犯了什么病 快帮我看看 男医生点点头 说 你女朋友平时有什么病史吗 年轻男子说 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 就是身体有点弱 平时爱感冒什么的 男医生已经匆匆地走进客房 就在客房卧室的大床上 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年轻女子 女子盖着浴巾 双眼翻白 嘴角溢出口水 身体还有些微微抽搐 看着很吓人 医生试了试 女孩的脉部和呼吸 果断给她做心肺复苏 一边吩咐同来的女护士 请她来一针强心针 女护士打开药箱 忽然 吓得脸色发白 吱吱呜呜地说 区医生 干什么呢 还不快点拿来 我拿出药箱了 医生怒道 你怎么能这么糊涂 可能急救 急救车里还有 我下去找找 赶紧去 女护士手忙脚乱地往楼下跑 时间一番一秒地过去 经过医生一番施救 女孩转位为安 脸色逐渐恢复了正常 膝盖模样 长得还挺标致 曲医生刚才只顾着救人 无意中把盖在女孩身上的浴巾 扯到了一旁 露出了半边光滑的身体 曲医生健壮 脸色大炯 无论是秋风上那一点阴红 还是小腹低窝处 若隐若现的阴影 都足以让一个精力旺盛的男性血脉膨胀 心跳加速 她心虚地看了看身后 就像做贼似的生怕被人发现 身后并没有人 原来女孩的男友没有跟进来 女护士也还没有回来 这个客房里其实只有她 和这个光着身子昏迷不醒的女孩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云梦会馆 过去叫云梦洗浴中心 这两年为了赶时髦 改了一个高端的名字 再经过翻修更显的上档子 会馆一楼是餐厅 分中餐和西餐 二楼三楼是韩式洗浴中心 四楼五楼是客房 每到傍晚都会有不少车辆 停靠在会馆周围 一些家住附近 追求小资情调的人 跑到这里来放松一下 也有些单身贵族 将在这里寻求刺激 站在门口的门童 带着习惯性的假笑 向每一个客人亲切鞠躬 从他们跟前走过的一个个 穿着笔挺或老或少的男人 手里牵着一个个 长得像他老婆或者女学生的人 知高气扬地走进会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 但最终的需求往往都是一样的 江海涛 今年四十六岁 在体制内当一个不大不小的官 也算事业有成 老婆在医院当主任 有一个上高中的女儿 和一个上小学的儿子 家里有保姆照顾 用不着他操心 属于事业顺利 生活无忧的那类人 只不过这种悠闲日子过久了 难免厌烦 偶尔他也在外面寻点乐子 上一个女朋友 就是云梦会馆人士的 长得白白净净 是外国语学院的大三学生 江海涛 经常在节假日的时候 带他出去玩 女孩不贪心 平时给他买些化妆品 包包什么的 就能让他很满足 两个人缠绵了将近一年 等到女孩大学毕业 要去深圳发展 这段感情才宣告结束 江海涛属于念旧的人 女孩走后 他一连好几个月茶饭不思 没事就到云梦会馆转转 坐坐当初两个人 一起吃过饭的桌子 怀念怀念 当初那份美好的感觉 今天晚上 他又坐在西餐厅常坐的 那个位置 点了一份蜜饯凝香三文鱼 要了一瓶德芙兰 一面西角蔓延 一面望着对面的空座位 若有所思 就在这时候 一个纤细苗条的身影 从身边一闪而过 飘然落坐在对面一张桌后 江海涛不禁看了那女人一眼 顿时大吃一惊 心惊瑶 倘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简直难以相信 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哪怕是电视里那些 画容月貌的女明星中间 也很难找出 能与他相提辩论的 能遇见这样的爵士美女 哪怕是得见一面 也算散生有心啊 可能是感觉到 江海涛直勾勾的目光 美女抬头看了他一眼 艳然一笑 媚笑如斯 这一笑 把江海涛的骨头节 笑得是又麻又酥 他惊喜地发现 对方对自己并无厌恶 似乎还有几分好感 他暗中观察了一会儿 感觉美女是一个人爱的 没有男伴相陪 只不过点了一杯real 心不在焉地坐在那里喝着 这让江海涛更增加几分信心了 他一口喝干了杯子里面的酒 又重新给自己倒上一杯 起身端起酒杯 尽可能风度翩翩地 走到美女对面 他彬彬有礼地问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美女捡了一下头 神色自然 没有拒绝的意思 坐在窗前喝酒的人 都是有故事的人呢 江海涛坐下之后 望着玻璃幕墙外的夜景 欲味深长地说着 美女机灵地反问 你也是有故事的人吗 江海涛心里十分的愉快 这么容易就上钩了 对付这种自作聪明的小女人 她自有一套办法 她故意欲言又止 然后略来一点沧桑地 把自己和那个女学生的爱情故事 戚戚伟伟的到来 当然前提是 她把自己老婆说成 早年出国因信皆无 后来交往外国男友 这样一来 她的爱情故事 就显得苦涩又浪漫 还有日式言情小说 独有的伤感唯美 这确实要感谢 她在大学时 看过不少言情小说 听她一番叙述 美女果然被深深打动了 感叹说道 多情自古伤别离 无情不似多情苦 江海涛说 为了我们有故事的人 喝一杯吧 她招呼服务员 再来一杯德夫兰 美女说 葡萄酒多没劲呢 我要 我看 江海涛吓了一跳 看不出这个若不禁风的美人 性格这么豪爽 转瞬又笑了 不要喝醉了才好啊 美女 眼波流转 任性地回道 怕什么 有你在 那还会让别人趁机欺负我们 那你放心 我肯定 尽之尽责地 做一个护花使者 江海涛心里都乐开花了 她没想到 这么顺利地 就把这个看似无法征服的大美女 给俘虏了 想不到自己 还有点魅力啊 服务员很快 端了一杯沃克 江海涛又叫了几个下酒菜 两个人推杯换盏 边聊边喝 江海涛平时工作上少不了应酬 酒量早就练出来了 不知道美女怎么样 试了试 发现她不过耳耳 只不过口气大而已 江海涛彻底放心了 以她的经验 今天晚上就有机会 一品真修啊 不过今天不知怎的 江海涛有点不胜酒力 才喝了半瓶多 就有点头重矫情了 可是对面的美女 还在谈笑风声 她只好咬牙坚持 非要先把美女拼倒再说 不然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喝到最后 还是美女先缴械投降了 说什么也不肯喝了 坚持要回家 江海涛自然要充当护花使者 她强装若无其事的样子 跟着美女走出会馆 开车 要送美女回家 美女说 我家离这儿不远 我晕车 你陪我走走吧 江海涛欣然同意了 只要能去美女家 怎么去都无所谓 她在九州上 已经把美女的个人情况 打听清楚了 美女现在 在一家国际企业做公关 租了一间单身公寓自己住 这些信息 郑重将海涛吓坏 现在天时 地利 人和 角色美女就在眼前 机会千载难逢 错过 岂不可惜 过马路时 她趁机身手搀扶美女 美女倒是没有抗拒 她心中更加有敌了 两人走过马路 走过一排栽种柳顺的林荫道 拐进了岔路 街上路灯不知不觉便稀少了 深夜的路上 看不到一个行人 只有两盏 被路灯拉长的影子 在地面上醉醺醺的扭来扭去 江海涛醉意阑珊地问 你家还有多远呢 美女没有回答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一阵寒冷的夜风 席卷而过 江海涛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感觉碧弯里空空如也 定睛一看 美女不见了 她张了张嘴 想呼唤美女的名字 忽然想起 自己还不知道 对方叫什么 她看见 前面不远处 有一个巷子 怀疑美女 是不是走进巷子里了 心正迟疑 冷不防地 从哪里传来 清脆的铜声 似乎一个小孩子 在一压说话 腔调十分古怪 又像是在唱歌 她感觉 这声音就在身旁 左右看看 忽然看见 不远处墙角 蹲着一个 忽头忽脑的小男孩 也就七八岁的样子 穿着一套鲜红的花衣裳 正养着圆圆的小脸 冷漠地注视着她 一边看 一边心不在焉地 横唱着古怪的歌谣 江海涛问小男孩 小朋友 刚才是不是有个姐姐 走进巷子里了 小男孩愣愣地望着她 似乎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江海涛感觉 这个小男孩不太正常 好像脑子有点问题 她走到近前 弯下腰 耐着性思说 小朋友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这么晚了 你怎么不回家呀 小男孩依旧 愣愣地望着她 江海涛 渐渐没有耐心了 你刚才嘟嘟囔囔地 唱什么呢 小男孩忽然又唱了起来 江海涛一句都没听懂 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小男孩愣愣地望着江海涛 嘴中继续重复那首歌 江海涛心底 又让而生出一种强烈的不安 可是她又不知道 这种不安到底是什么 突然 她眼前一黑 什么都不知道了 江海涛 迷迷糊糊地 苏醒过来 酒劲也下去了一些 她不知道 自己躺在什么地方 感觉是光着身子 是在美女的家里吗 难道她已经得偿所愿了 可是她的气已乱糟糟的 完全想不起来 云雨之时的任何细节 一阵潮湿冰冷的风 从门缝刮进 动得她直打哆嗦 她睁大眼睛 房间有些昏暗 从脏兮兮的窗户 透进来的青色尘光 也足够看清楚 周围的环境 这哪里是什么家人相归呀 分明就是一间 装杂货破烂的废仓库 她心头大害 打破头也想不出 自己怎么会躺在这里 她起身想坐起来 猛然发现 自己被绑在一个破沙发上 这 这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结巴巴地说着 努力扭动身体 将挣脱绑绳 在她奋力挣扎的时候 一条人影悄然来到她的面前 饶有兴趣地望着她 如同看到一只 掉进陷阱里的猎物 江海涛猝不及防地 看见这个幽灵一般的家伙 惊骇至极地望着她 你 你 对方并没有那么多耐心 听她把话说完 扬起手 露出一把小巧锋利的剪刀 剪刀反手攥在掌中 她毫不眨眼 一刀扎进江海涛胸膛里 江海涛撕心惨叫 那人拔出刀 江海涛还是没有死 她看都不看 再次高高举起刀子 这一次是刚才那一刀的旁边 江海涛再次惨叫 那人又拔出刀 接着是第二刀 第三刀 第四刀 就像在捅一块烂猪肉 血花飞溅 双眼发光 一直从胸口 一刀连着一刀扎到小腹 在江海涛身上 留下难以数清的刀口 而江海涛居然还活着 他爷爷是官 父亲是官 到他这一辈还是官 从小到大养尊处优 蓬蓬一点皮都大惊小怪 哪里体验过这种残酷的折磨呀 死喊到最后 他嗓子都哑了 几次差点昏厥过去 他哭着痛骂 你这个变态狂 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说清楚啊 你是暴力抗柴 那个村子的人吗 不是我派人抢柴的 是柴前半干的 也不是我下令逮捕 那几个村民的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报复我干什么 你不是为了那件事情吗 难道你是吴老大的人 我跟你说 不是我不想把那个项目给他 我一直在做努力工作呀 但是对方背景很大 从上面给我施压 我现在也是很为难呢 拜托你让我给你们老大打个电话 我当面向他解释 实在不行 我把那笔钱返还给他 就要他放我一马呀 对方伸出手指 放在唇边 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不慌不忙地掏出一个小铁盒 打开盒盖 伸到江海涛的眼前 江海涛只一看 吓得魂不覆体 都成筛子了 别别别 别这样 别这样 咱们好好商量 要不然我给你钱 你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 你放了我 求你放了我 不 不要 警车开到鼓楼区长白街 在一座小巷停下来 兰金市刑警队队长 顾宗泽从后门钻进 直接走进巷子 穿过巷子是一个居民区 几栋整整齐齐的住宅楼 对面有一排库房式的平房 其中一间平房大门敞开着 拉着黄色的警戒线 有几个警察把守在外面 还有上百个好事的居民 趁着脖子翘着脚 努力往里面看 什么情况 老贺 顾宗泽问其中一个 年纪较大的男警察 他本来手里还有别的案子 若非情况严重 领导也不会把这个案子 临时塞给他的 这一趟房子都是废弃的库房 很久都没有人用过了 这两天呢 经过这儿的居民 却闻到一股怪味 今天早上啊 有人好事就走进库房查看 结果看见那一具 高度扶兰的男士 顾家吓得不轻啊 贺警官说着怒怒嘴 指向了一个面无血色 惊魂未定的男子 也是他报答安门 是啊 顾宗泽打量两眼 那个男子 三十岁上下 中等个头 长得很壮实 皮肤有黑 看着像干体力活的 他对老贺说 找个精明的 给他详细做做笔录 言外之意 只看看这个人 有没有疑点 老贺点点头 招呼一个警察 把报案者带走了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顾宗责问 只死了一个人吗 他站在门外 模模糊糊只看到 昏暗的库房里 有个死人的轮廓 除了有股难闻的臭味 倒没什么很特别的 不过就是一具 腐烂发出的尸体而已 这样的案子 他不知经历过多少 早就习以为常了 只有一个被害人 老贺顿了顿说 不过这个人 可有点来历啊 哦 我们在死者的衣兜里 发现了他的手机 查了他他的身份 原来他是开发区 管委会的主任 叫江海淘 这样啊 顾宗责恍然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虽说级别不是很高 也算是一个部门的一把手 官员被杀 这类敏感的案子 总能牵扯出 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难怪找他来亲自侦办 顾宗责心有计较 走进了库房 腐烂的尸臭味 愈加浓烈 他掏出手绢 掩着鼻子 慢慢地走到尸体进前 在一个破旧的长沙发上 斜靠着一个 赤身裸体的大胖子 好像一个充满戏的大皮球 五官都被称得出奇了大 两个鼓出的眼球 呆滞地凝视着 站在前面的顾宗责 顾宗责心想 说不定我还跟这个人 一桌吃过饭呢 只是眼前这个 面目全非的大胖子 让人无论如何 也想象不出 他之前长什么样子 他问正在忙着 冲步尸件的谭法医 死了多久了 男法医回答 已经出现巨人官晚期现象 时将完全缓解 死亡时间大概一周左右 什么凶器 顾宗责的目光 在尸体膨胀的身体上游溢着 胸口和腹部那些密密麻麻 好像一张张小嘴的伤口 终于让他感到了有些震惊了 多大的仇恨 要下如此毒手啊 这不是谋杀 这分明是虐杀 在他脑海中 不经意地浮现出 凶手疯狂挥舞 凶器的情景 还不知道 这是什么凶器 谭法医说 伤口的形态 一头顿圆 一头奸细 看着像是刀子的刺伤 不过刀口又很窄 不管是窄刃的匕首 还是面上的最细的蝴蝶刀 刀刃都比这些刀口宽呢 看起来 凶手使用的是一把 十分窄些的刀 养的凶器 究竟是什么 我现在还没想出来 也不排除 是他自己自制的 顾宗则看了看仓库的环境 又瞅了瞅 深深勒紧尸体手脚细绳 若有所思地说 提前踩点 绑架将害逃 捆绑脱光衣服 羞辱 乱到童死 这分明是血分杀人的 这个江海涛 把人得罪得不浅呢 队长 这具尸体 还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谭法医打断 顾宗则的思路 与众不同 谭法医绕到尸体身后 把肥胖的尸体推倒 拽起肥胖的右手 说 除了那些刺伤 还有一处伤在手上 北海人的右手小指 被棋根切走了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切手指带走 顾宗则一愣 望着那只残缺的手掌 再次陷入沉思 三天后 兰京市刑警队 各方的侦查信息 陆续汇集到 顾宗则的办公桌上 专案组几个人 也都聚集在他办公室里 一面抽烟 一面探案子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的 负责调查江海涛 人际关系的贺颜和马洪涛 一回来就向贺宗则做了汇报 贺颜说 君如队长你猜测的 这个江海涛的人际关系 很复杂 我们暗中打听了一下 最可能与他产生矛盾的是 两伙人 这第一伙人呢 是下河口村的村民 这个村子就在开发区 管辖范围里 就在去年年底 下河口村被暴力强拆 村民和拆先队 发生了欧斗 被抓进去几个人呢 后来这个事情被压了下来 这个开发项目 就是江海涛亲自审批跟进的 据说还有村民去管委会门前 静坐抗议过 可以说啊 站在村民的角度 不排除有很多人 憎恨江海涛 顾宗泽不露声色地听着 插嘴道 另外一会儿 跟江海涛有矛盾的人 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就更复杂了 据说啊 是几家建筑公司 他们的背后 是一个道上大哥呀 听说啊 想从江海涛手里 想获得一个商场的成建项目 原本江海涛承诺给他了 后来不知怎么的 又反悔了 让这位大哥很是不开心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找人把他做了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顾宗泽点点头 转头问一个年轻的警官 小王啊 那个报案人 你询问的怎么样了 有没有情况啊 他叫齐万里 是个装卸工 发现尸体那天呢 正好他倒班休息 他不是下河口村的人 也没查出什么道上的背景 嗯 我知道了 从目前来看 这个人嫌疑并不大 不过老贺 你跟着两条线索 还要继续调查 任何一个疑点 都不能放过 贺言应声答应 顾宗泽又问另外一个警官 柳湘 江海涛的家人 调查得怎么样了 他老婆看着没什么问题 江海涛失踪这几天 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 因为江海涛手机没电了 所以电话一直没打通 三天前 他老婆去附近派入所报了案 当我把江海涛遇害的消息通知他 他显得很崩溃 不像是装的 我等他平静一些 询问江海涛最近一段时间 是否有异常 他说江海涛一切很正常 没有跟他提过有什么麻烦 不过他提到了一个疑点 什么疑点 他说江海涛的私家车不见了 单位和家里都没有 有这回事 顾宗泽思索着说 这么说 江海涛失踪那天 是自己开车外出了 那天是周五 白天上班 只有晚上有时间 他开车去了什么地方 是去见什么人吗 顾宗泽眼睛一亮 刘相 你马上去查查 看看江海涛车上 装没装GPS 装了的话 把车给我找到 知道了 正说着 主张电话就响了 顾宗泽拿起电话 是谈法医打来的 队长 方便的话你过来一趟吧 我忽然发现 江海涛的尸体 有很大问题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顾宗泽来到一楼法医室 其他专案组的警员 也一起跟来 南京公安局的法医室 涉事先进 仅次于刑事调查局 即便如此 一进解剖间 那股难以形容的尸臭 还是让人呼吸困难 不少年轻警员 看到解剖台上 那灰褐色黏糊糊的 庞然大雾 都暗自努力地 把涌上喉咙的东西 给咽回去了 谭法医已经打开了 尸体的胸腔 把皮肤和脂肪翻到两边 正浮在身体上 用小尺子式的东西 往肌肉和内脏上的 伤口里插 检查深度 顾宗泽掐腰 站在他身后 看了一会儿 就说 有什么问题 谭法医直起腰 扯掉脸上的口罩 对顾宗泽说 我数乱数 将海盗身上 一共174处伤口 伤口深度 基本都控制在 三厘米左右 这么浅呢 虽然浅 但足够杀人的 尤其是刺了这么多刀 全部是集中在 死者内脏器官上 几乎把它捅成了筛子 完全可能造成大出现 但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伤口 竟然全部是致命伤 你说什么 顾宗泽惊讶说 这怎么可能 倒也不是不可能做到 我们人体的重要脏器 包括心 肺 肾 肝 脾 脾 这些脏器与枪壁之间 即使有两层膜 一层贴着内脏的 叫脏层 一层贴着枪壁的 叫壁层 如果把器官 比作人的身体 脏层膜就是内衣 壁层膜就是外衣 在两层膜之间 有个潜在缝隙 里面一般有少量 起到润滑作用的液体 这174个伤口 恰好全部都刺在 两层膜之间的缝隙之间 可以说 只是增加了被害人的痛苦 却没有真正的伤害到 重要的脏器 完全不会致命 但是 要想做到这一点 几乎不可能啊 除非凶手 对人体构造极为熟悉 精通解剖技巧才可以 换句话说 要比我还强 顾宗泽看着 谭法医严肃的表情 愕然伴上 那么 蒋海涛的死因 又是什么呢 谭法医的脸色 有些异样 似乎在激励掩饰震惊 他转身从一栋推车上 端过来一个托盘 上面放着一坨奇特的东西 似乎一团 鼓鼓囊囊的腐肉 可是外表 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刺 像一只大刺猬 趴在托盘上 谭法医说 这是被害人的胃 不仅顾宗泽 所有人都露出了 诧异的表情 一个人的胃 怎么可能长出刺来 谭法医把托盘 放在解剖台上 用镊子小心翼翼地 把已经剖开的胃部掀开 露出了内部 顾宗泽看到了很多 细小闪亮的东西 密密麻麻地堆在胃里 他问 是什么东西 谭法医心有余悸地说 针 全部都是钢针 成百上千枚 顾宗泽望着插满未必表面的那些刺 似乎明白了 难不成凶手 是逼着被害人 把这些钢针吞下去的 谭法医点了一下头 因为未必如动 把这些针当成十五消化 反而被钢针刺穿了 我在死者 副枪还发现不少钢针 都是从胃部刺出来的 像海盗的胃啊 早已经千疮百孔 这才是他真正的死因 这种死法光想象一下 就让人全身发疼呢 有个警员忍不住插嘴说 可是这么多针 是怎么蹲进肚子里的呀 解剖间一下子安静了 所有眼睛都盯着那块人肉刺猬 这个问题把大家全都难住了 顾宗泽暗自心惊 这起杀人案看似普通 想不到竟然隐藏着 如此怪异 凶残的杀人手段 他自言自语地说 仅仅是为了折磨吗 脑子里一会儿就想起 那些被强拆房屋的愤怒村民 一会儿又想起 阴险的狠毒的黑道大哥 这个心狠手辣 又神仓不露的凶手 到底隐藏在哪里呢 被害人江海涛失踪的轿车找到了 顾宗泽得到消息之后 立即赶到现场 现在嫌疑人有好几波 都有可能要置江海涛于死地 只是还缺少关键环节 把他们其中之一 与江海涛的死联系在一起 江海涛的车就停在路边 距离杀人现场有好几条街之遥 轿车保存完好 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顾宗泽环视周围环境 暗自思索 目光不由自主地 落在马路对面的云梦会馆上 凭着多年办案的直觉 他信不走进会馆 而江海涛的照片 向服务生们打听 是否见过这个人 疑问之下 果然有人把照片上的人 给认出来了 江海涛似乎是这里的常客 服务生不知道他叫什么 只知道他姓江 出手阔处 其中一个男服务生说 上周五江先生还来这里吃过饭呢 顾宗泽一领 上周五正是江海涛失踪那天 他问那名男服务生 你上周五看见他是在什么时候 大概是晚上七八点钟 他一个人在这吃饭 还是我接待他呢 他点了一份三文鱼和葡萄酒 一个人下班之后来这里吃饭呢 顾宗泽打量这里的环境 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不过后来 他跟对面周一位小姐聊上来 还一起吃了饭 好像是一起离开会所的 顾宗泽眼睛一闪 随即用沈氏的目光注视着服务生 你们会所晚上客人一定很多吧 那么多客人 你凭什么这么关注那位江先生 隔了一周 怎么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啊 男服务生给问的有些不知所措 忽然张红了脸 支支呜呜地说 主要是那天晚上 跟江先生聊天的那位小姐 长得太漂亮了 让人一下就记住了 不止是我 其他人也见过 旁边有个男服务生也在附和 是啊 我那天晚上也看见了 从来没见过 长得那么标致的美女 简直像画上的人似的 唉 只可惜啊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故宗则问 可惜什么 好好的女孩 谁会浓妆艳抹呀 大晚上一个人 跑到这个地方喝酒的 随便一个什么人 凑过来聊两句 就跟人家走了 不是坐那个的 还能坐什么点 只是白下了 这副好模样啊 男服务员摇头砸嘴 十分惋惜 顾宗则的心里 已经大地有了判断 江海淘 原来是好这一口啊 看样子还是一个老司机 没事喜欢晚上 外出打点野食 一旦碰到一位 国色天香的单身大美女 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了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江海淘把美女带出会所之后 并秒开自己的车离开 这有点不合常理啊 难道那个女人有车吗 之后两个人去了哪里 江海淘的尸体 又怎么会出现在 几条街之外的破仓库里 如今江海淘死了 跟她一起离开那个美女呢 她现在又在哪里呢 顾宗则思前想后 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神秘女子身上 她极有可能是江海淘遇害前 最后看见她的人 江海淘失踪那些天 她并没有报案 也许她是这个案子 另外一个被害人 只是还没有找到尸体 但是万一她还活着 那就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或许只有她知道 江海淘失踪的上周五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到这里 顾宗则问几个服务生 你们会管有监控吧 一个服务生回答 门口有 顾宗则走到门口 海淘看了看监控摄像头的位置 无意中往门外瞅了一眼 忽然看见 江海淘的轿车旁边 站着一个穿了红衣上的小男孩 小男孩一动不动地瞅着她 只有嘴巴在动 像在说着什么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古怪 顾宗则看着小男孩有些失神 胡听身边老贺问道 队长 我们是不是得查看一下 监控录像啊 哦对 马上检查 顾宗则回过头说 把这个女人从进门到离开的视频 全部给我找出来 问问究竟有多少人见过她 有没有认识她的 交代完毕 当顾宗则再往门外看的时候 那个红衣小男孩已经不知所踪 她一时恍惚 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眼花了 警员们在会馆监控室里 把上周五晚上江海淘出现那段监控录像找了出来 当那个神秘女子出现在视频中时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 可惜摄像头距离太远 只能看到一个苗条的身段 女人的长相却是模模糊糊 顾宗则吩咐情愿 她总有走进摄像头的时候 给我找出来 可是这个女人就像故意要与她作对似的 当她靠近监控摄像头时 偏偏扭头去看其他地方 没把顾宗则气死 顾宗则暗暗发誓 我就不信找不到你 她马上吩咐下去 把会馆的工作人员全找出来 挨个儿询问 可惜没有人认识她 但是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有一位当晚上班的调酒师 偷偷地用手机把那个美女拍了下来 顾宗则迫不及待地要来手机 看到了那张照片 照片里的美女正坐在江海淘对面 手托相塞 饶有兴致地听她说话 照片正好抓拍到她的正脸 不得不承认 这个女人长得是无可挑剔 就是妆化得太过浓艳了一些 假如淡妆或是不失粉袋 或许还要漂亮几分 顾宗则凝视照片里 这位足以让所有男人心动得神秘美人 努力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疑点 看着看着她眉头越拧越紧 怎么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有点眼熟呢 性格谨慎的顾宗则没有声张 她按部就班地调查一个星期 案子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直到又一个周末到来 就在周末一大早 一位到公园跳广场舞的大妈去公厕接手 幸运地看见一个全裸男子躺在瓷砖地上 男人手脚背膀 右手小指缺失 胸膛和肚子上密布着刺伤 全身冰凉地躺在大妈脚下 大妈还没等蹲下 就尿了 顾宗则的脑袋就开始冒汗了 这是杜志勋时隔两周第二次找丁浅 丁浅对这个家伙还是挺头疼的 虽说两年时有合作 关系也还算融洽 唯独由温馨这根刺始终埋在彼此心中 如今刘飞拿到那个要命的迪威 一旦他把低威交到杜志勋的手中 后果不堪设想 于公 杜志勋眼里不揉沙子 肯定不会为了那点可怜的交情放自己一马 于是他一直暗恋温馨 一心想着为他申冤 所以说丁浅现在是如履薄冰 日子很不好过 杜志勋这通电话语气严肃 只是让丁浅尽快赶到刑事调查局 具体什么事没说 丁浅一路上心里还在和解 如果是因为丁薇的事自己这一去啊 是不是等于自投罗网 当他走进特案组 一眼就看见面沉似水的杜志勋 不过在他身边还坐着一个人 四十岁左右 长着干巴巴的留了一座小胡子 那对眼睛倒是精明透亮 这个人丁浅有点印象 但是不熟 杜志勋给丁浅做了介绍 这位是兰京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顾队长 你们之前见过 顾松泽朝丁浅礼貌地点点头 你就是丁医生吧 我听说过你 丁浅欢迎微笑 暗中察言观色 感觉不像是跟自己有关 多少放下一点心了 杜志勋首先开口说 把你找过来是有一个案子 顾队长正在侦办的 死了两个人 具体情况有他跟你说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只是找自己帮忙破案 丁浅暗自猜想 顾松泽那边已经说起来了 第一位死者是两周前发现的 被害和歧视地点 在古楼区一个居民小区的废弃仓库里 经过确认 死者男性 叫江海涛 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第二位死者 是一周之后 在江陵区解放路公园的 公共厕所里发现的 死者也是男性 叫李素玲 看一家传卫火锅店 丁浅插话 这两位死者除了都是男性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共同特点 你怎么会认为是同一个凶手做的 杀人手段 顾松泽说着 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里 拿出两张照片放在丁浅眼前 一个是阴暗仓库里腐烂的男尸 另外一个是公厕卫生间里裸体男尸 两名被害人在遇害前 全部被捆绑起来 拔光衣服 胸口和腹部被刺上上百刀 切断了右手小拇指 还被迫吃下千枚钢针 把他们的胃刺得前疮百孔 活活折磨至死 丁浅皱皱眉 这手段确实够残忍的 顾队长希望我能做什么呢 如果是给凶手画像的话 你身边这位可是 心理画像方面的专家呀 顾松泽说 画像就不用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 找到嫌疑人了 抓住了吗 还没有 不过这两起作案都有目击者 第一位北海人 江海涛失踪那天 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云梦会馆 有人看见他跟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 一起吃饭 又一起离开了会馆 有位调酒师 恰好把他俩偷拍下来 之后江海涛便失踪了 一周后尸体被人发现 第二位死者 李肃灵是前天晚上失踪的 他傍晚开车离开家 说好的要去朋友家打牌 但其实并没有去 第二天早上 他的尸体在住所附近公园的公厕里被发现 他的车就停在公园边 我们经过走访得到一个线索 就在李肃灵失踪那天晚上 有人目击他 开车经过公园时 撞到了一个女人 他下车后 扶着女人进了公园 之后 就没有人再见过他 我们把江海涛一起吃饭那个女人照片 给这位目击者看了 他一眼认出是同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主要怀疑对象 他外表出众 习惯在晚上作案 行事谨慎 充分利用自己的外表来迷惑男人 把他们引到事前选好的作案地点 加以虐杀 听你说的好像恐怖片一样啊 丁钱过一条看说 准备绑下男人的女人 还是美女 还要扒光衣服绑起来 事先兼后杀吗 这口味还真是挺重啊 假如你们抓到这位美女色情狂 可以先交给我做做心理辅导啊 顾宗泽愣了愣 扭头看杜志勋 杜志勋怂怂肩 你此时这家伙啊 半真半假就那样 顾宗泽继续对丁钱说 凶手的杀人动机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两个被害人 男性出了被害手段一样 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也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至于你刚才说的 或许有那种可能 不过好在 我们现在已经锁定了嫌疑人 只要先把他找到 应该就能找到破案的关键了 今天把丁医生请过来 也是希望你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这倒让丁钱很是意外 找我提供线索啊 顾宗泽从文件夹里 又拿出一张照片 放在丁钱的面前 这就是跟江海淘 一起吃饭的那个女人 丁钱的目光落在照片上 那个手托相塞 倾听对面男人讲话的美女 立刻映入她的眼中 那张妖媚如虎的瓜子脸 透着一股难以抗拒的妖气 一股耐人寻味的笑意 停留在红唇一角 丁钱的双眼不由自主地瞪大了 尽管这个女人浓妆艳抹 故意打扮得十分风尘 但是她的五官轮廓 丁钱却十分地熟悉 顾宗泽在一旁 端详着丁钱的反应 丁医生 你能认出这个女人是谁吗 说我眼镯 还请明说 我怀疑这个女人 就是特安组的法医柳飞 我本人见过刘法医几次 感觉她跟照片上这个女人 太像了 你能百分之百确定吗 百分之百倒是不能 我也不敢胡乱猜测 因此才经过了一番仔细调查 丁钱撩撩眼皮 哦 你都查到什么了 顾宗泽有备而来 我们对两位被害人的尸体 进行了仔细检查 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两位被害人身上 都被一种细长锋利的刀具 刺出上百个刀口 每个刀口的宽度 不超过五毫米 长度在三厘米左右 我们仔细比对过 确定 这其实是手术刀 所留下的刀伤 不仅如此 我们还发现 两个被害人身上 虽然布满了刀伤 但这些刀 恰好 全部避开了 要害器官和大动脉 说明凶手啊 有着精湛的解剖技术 再加上嫌疑人 长相酷似刘法医 我不得不有所猜测 我特意问过杜组长 才知道原来 刘法医三周前失踪了 不可否认 种种迹象表明 他很可能就是凶手 但考虑到 刘法医身份特殊 我必须提前跟各位商量一下 最好能尽快找到柳飞 弄清楚真相 丁钱不动声色地 看着顾宗泽 顾队长特意把我找来 不会是以为 我知道柳飞的下落吧 顾宗泽回望着丁钱 独组长已经把你一个月前 被人绑架那个事情 告诉我了 如果把这件事情 和两起案子 串联在一起的话 你是想说 我也差一点 被人扒光衣服 捅成蜂窝 再吞一肚子钢针 丁医生被发现时 也是手脚被捆绑 在现场还发现一个 装满手术刀的 法医工具箱 丁医生不会想不到 凶手要干什么 假如凶手真是柳飞的话 丁医生很可能 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只是没成功而已 你很幸运 丁钱看了一眼 杜志勋 可我并没有说过 绑架我的人是柳飞呀 杜志勋 石像一般 坐在顾宗泽的旁边 毫无反应 顾宗泽继续说道 丁医生的笔录 我看过了 你说绑架你的 是个蒙面人 等于你并没有看见 凶手掌相 丁钱纠正的时候 绑架我的 是个蒙面男性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